嘿 大家好 我是Sam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4WD Xplode 四驱探险 那在我身旁是David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我们在选购越野车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选身后的这种皮卡好呢 还是选择David身后的SUV车型好呢 他们其实各有各的优缺点对吧 对 没错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哪一种车型比较适合你 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到David的车旁边 David是SUV车主普拉多150 那他对SUV这个优点我觉得非常有发言权 那David先说一说优点吧 有些了解 我的第一优点就是我可以做7个人 皮卡只能做5个人 是的 扎7个 我那个只能做5个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group 或者family家庭出去玩的话 对 那么你一定是需要一个7座甚至8座的车 那么普拉多这种车型 它就比较适合一个大的家庭出去玩 而像皮卡的话最多就5个人 对 没错 空间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太适合这种大的家庭 对 那接着第二个优点呢 第二个优点是密封性比较好 相比皮卡来说我里边东西都是密封好的 对 不会受到什么沙尘啊 水的影响 也不会怕下雨的都不怕的 对 像皮卡的话就不一样 皮卡的话你后斗是敞开的 我们先说速车啊 那皮卡速车后头敞开的 那敞开之后你这个刮风下雨 尤其咱们跑这个越野路 后面又是灰尘特别多 对 你基本上玩一圈下来 你打开你后面的那些行李都是你 脏的比较脏 比较脏 对 说到密封性好的话 第一个下一个好处就是我的安全性比较高 对 安全性对于速车皮卡来说是比较高的 对 我东西放到我车里边都是锁起来的 就不好进去 对 不像你放到皮卡的那个后斗上 你出去中午吃个饭 回来你东西没了怎么办 对 这很有可能 因为东西就放在别人面前 对 你没有东西去保护它 很可能随手一拿就拿到了 对 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缺点 我SUV还有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我的车是一个天然的箱子 我所有里边东西的改装费用是比较小的 而不像皮卡 像SAM的车 一个箱子就要两三万了吧 对 因为如果你要想去外面去露营去搞穿越去越野 你光一个斗你没有办法携带很多东西 就像刚才说的一个安全问题 还有也是不防风不防沙不防水 那你这些东西想要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又要防风防沙防水 那么你肯定要做一个铁箱子 不管是你是大的还是半半尺寸的 还是全尺寸的 那这个都非常花钱 对 而且像SUV的话改装费用小 就比如说你花个两万到三万 一个SUV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达到你想露营越野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 你算是算顶级改装了 对 没错 对 但是像皮卡的话 可能你做个箱子就 起步价就是一万到两万 甚至好点排在三万四万 对 这个费用非常高 对 而且你只是个箱子什么都没有 对 你还得再添加各种设备在里面 对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皮卡的一个缺点 相对来说就是SUV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对 没错 好 接下来一个SUV的好处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SUV 是因为它的舒适性比较好 对 因为它这个构造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构造 因为它这个SUV通常来说它都是螺旋式弹簧 对 没错 然后皮卡它是设计由于载重的 所以它这个后面多半是板簧 那板簧大家知道因为载重它比较硬 所以你过钩过坎的话 其实没有我们螺旋式弹簧这么舒服 对 设计理念不同 当然它的舒适性肯定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缺点 皮卡的缺点也是你的优点 对 然后接着还有另外一个SUV的优点 就是它的后排乘坐舒适性会比皮卡好很多 对 很友好 对 因为皮卡的话它受制于设计方面的限制 它这个座椅后面就不能很轻松的调整角度 对 没错 对 像我那里就没办法调 那你这个就可以调整角度 对 没错 你可以躺下来可以立起来稍微做直键 而且后排空间更大 对 我的空间很大 我的头部空间和腿部空间都比较大 对 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所以整体来说它是为乘用设计的 对 所以它这方面考虑会皮卡更多一些 对 接着还有什么优点 下一个优点就是通过性比较好 对 在越野通过性的话 进入角其实没有太大差 就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波霸了 对 然后同样波霸的情况下进入角一样 但是通过角的话就是皮卡要差很多 因为皮卡的轴距很长 那么它容易卡肚子 对 像你的轴距短一些 它可能过一些地方的时候就直接就过去了 不会卡着肚子 对 而且就是离去角 离去角对 离去角的话 其实你的优势更明显 我的优势很明显 因为皮卡这个抖呢 通常来说会出来 比这个后轴要长更多 比较长 对 对 所以你离开的时候呢 后抖会打到屁股 会打到屁股 对 所以这个也是越野的时候 SUV的它的一个优点 对 接下来一个SUV的好处就是 我装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不会超重 对 因为你的空间是有限的 对 没错 所以你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塞到里面 没错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超载 对 但是皮卡 如果大家看我那个皮卡 如果改成那样子的话 就很容易超载 因为光一个箱子就300 400公斤 如果你是来选铁的话 可能跟这种600公斤都有 对 那你这个 其实上你的富余载重就没有 剩下来就没有多少了 而像你这个车 你有算过你后面吗 好像你的用的那个 一两百公斤 一两百公斤的弹簧 对 我很难超我的GVM 很难超 因为我放不了多少东西 对 然后我对于就是风险 超载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对 如果你一旦超载了 那么你可能还要做GVM的升级 对 那这又是一笔花费 对 很大的一笔花费 对 所以总体来说 你要是做皮卡 拿来做长途穿越 或者是些越野的改装的话 皮卡的改装费用 通常会高于SUV 没错 那SUV应该优点就这么多了 对 就是这样 那我们去聊聊皮卡有哪些优点吧 好 走 OK 现在来到我车旁边 那到底这个皮卡呢 它到底有哪些优点呢 那首先第一个我能想到 就是它这个载重能力非常大 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是板黄 对 没错 板黄相较于我们这个普通螺旋式弹簧 它的载重能力就明显提升 那接着因为它载重大 我们后面就可以把它抖去掉 可以加装各种东西 那像我那个做一个全尺寸的这个箱子 那么这个全尺寸的箱子的话 你的存放的东西呢 空间就更多了 对 没错 而且你这个后面 你可以根据自己要求改变你的设计 比如说做半尺寸的箱子 大家也看到过很多这种做半尺寸的箱子 那么还有的就是可以把它改装成一个小的房车 没错 对 那你这些东西的改装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SUV没有办法比拟的 因为SUV它是一个密闭封闭的空间 对 那么你想改的话 只能在这个里面去想做文章 想办法 固定的一个车型 你就没有办法去它更能够改装 对 而这个呢 你把后面这个斗拆了之后 你这后面这一块空间你可以随便设计 对 没错 那接着另外一个优点呢 我能想到的是 你有了这个箱子 你的那个更安全呀 东西放到里边 对 地区性也比较好 对 什么水啊 沙尘啊 泥啊 进不去 对 而且别人也也进不去 对 弄不烂呀 就像玻璃 你放到车 我SUV车里边的东西 别人把玻璃砸碎了 还是可以拿走你的东西 像这个箱子就是铁的 没有办法 对 而且别人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错 也相对来说它不会起这种歹心 比如说你要是玻璃你放到里面 它能看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反而会想 想要把它砸掉 就像我们当时说 你把那个钱或者钱包或者手机 放到那个车里面 它看到里面会 它反而就把它砸了 对 这是它另外一个 就是安全性来说 我们这样比较 就是说皮卡它在 你没有改装的时候 你后抖其实并不安全 但是如果你做了改装 像做这种箱子之后 其实它安全性会比SUV更好 对 没错 我觉得皮卡还有另外一个 也比较优点 我觉得相对于来说 皮卡它这个重心会靠后 对 没错 因为你东西皮卡整个载重 一般都是在靠后面的 不管你是斗 还是像我们做这种箱子 你东西大部分都放在后面重的 前面做人 所以相比前面会轻一些 那么这个问题 就是在你越野的时候 皮卡很容易有撬头这个问题 对 尤其是改成像我这样的 全尺寸箱子之后 这个箱子本身重量就很大 那么你在装上东西之后 重量更大 那么在越野的时候 重心靠后 那么你在上陡坡的时候 容易撬头 容易翻车 这是一个皮卡非常危险的 一个缺点 对 这是一个它的缺点 那我觉得对于SUV来说 它也有自身的问题 SUV就是空间比较小 所以它里边东西放不下 你要放哪里 只能放到车顶上 对 车顶上放上的东西 会重心就不一样 就偏伤了 对 没错 重心就高了 应该这么说 对 越野的时候 是容易讲侧翻的 对 没错 所以这是它两个车 因为设计原因 所带来一些越野上面 一些问题 两个车各有的缺点 不同之地 对 而且如果你要想拖车的话 皮卡拖车是比较更安全的 相对于SUV拖车 SUV 因为轴距短 对 没错 轴距短的话 它的稳定性会稍微差一点 那皮卡的话 它轴距长 它的拖拽会更稳定一些 但是皮卡其实分两种 一种就是如果你后走是比较轻 没放东西的话 对 反而它的拖划能力也会稍微差一些 对 这后面的稳定性会影响 对 但是皮卡如果你后面放东西的话 它的稳定性会更强一些 对 这是跟SUV比起来的话 那个皮卡会有这么一个区别 对 我想今天就是大概我们聊这么多 也就是关于皮卡和SUV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到你未来使用的时候 会遇到这些或那样的问题 那么到底哪一个更适合你呢 相信我们通过我们的分析 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补充的话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讨论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再见